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潮 豆角你就像我这样做 不炒不煮也不蒸 做出来以后非常的美味 主要是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出锅以后天天吃都不腻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把长豆角 大概准备半斤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放到大一点的盆里面 往里面加入一大勺食用盐 再倒满大量的清水摸过豆角 我们用清水把豆角给它清洗一下 因为食盐也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能把豆角里面的杂质和灰尖 全部完全给它清洗干净 所以我们清洗豆角的时候 一定要用食用盐来清洗 第一遍清洗干净 混水捞出来放到另外一个棚里面 我们要把豆角清洗个两到三遍左右 把豆角完全给它清洗干净就差不多了 其实我们清洗豆角的时候要像我这样 硬手不停地给它搓洗洗筷子一样 这样清洗得比较干净一点 然后把它拿出来放到案板上 然后把豆角给它切成末 豆角末一定要切细一点 不要切得太长了 如果切得太长的话 做出来就不好吃了 豆角切好以后 倒入大一点的碗里面 然后碗里面加入一点食用盐 主要是我们要用食用盐 给它腌制一下 这样腌出来的豆角就非常的脆 而且里面的水分也可以腌出来 所以我们不停地给它搅拌 搅拌均匀 让豆角充分的入味 搅拌均匀以后先放一边 接下来往豆角里面加入一大勺的面粉 面粉我们这里可以封批放 第一次我们放点面粉 然后用筷子搅拌一下 让每一个豆角都裹满足薄薄的面粉 所以我们要给它搅拌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 我们再加入一勺面粉 所以我们这里要封批放 再一次用筷子将它搅拌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的豆角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用筷子不停地给它搅拌 搅拌均匀 把豆角完全给它搅拌均匀以后 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把手洗干净 一手给它抓一抓 抓拌均匀 绕给它揉 揉成团 让所有的面粉和豆角融合在一起 看一下糖成像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取一坨 把它放到手掌心里面 给它揉一揉 给它捏一捏 把它捏成乒乓球大小 这样就做出来非常的好看 看一下捏成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把所有的豆角全部做好以后 直接放到蒸锅里面 将它整齐地摆放就可以了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呗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全部摆好以后我们盖上盖子蒸个十分钟 趁这个时间我们要切点大蒜 给它切成蒜片 大蒜我们可以多准备一些 然后再改刀把它剁成蒜末 要剁细一点 蒜末像我这样全部剁细以后就差不多了 然后把蒜末给它装入碗中 再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切成薄片 再改刀把它切成姜丝 最后我们把它切成姜末 姜末切好以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再切几个小米椒把它切成小圈 小米椒切好以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准备一把小葱直接把它切成葱花 葱花切好以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在碗里面加入一勺白芝麻增香 把刚烧好的热油激发出配料的香味 然后加入一勺食用盐 88粒鸡精 再加入一勺酱油 一勺橙醋 再加入一勺白糖 这个时候所有的调料就不要放了 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把所有的调料给它搅拌一下 这样一个万能的料汁我们就这样调好了 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先放一边 十分钟的时间到了 我们的豆角已经蒸好了 放凉以后我们把豆角一个一个的将它夹出来 夹出来以后直接把它放到碟子里面 将它整齐的摆翻 这样做出来的豆角真的是非常的美味 如果豆角像我这样做 比大鱼大肉吃起来还要过瘾 主要是这样做出来的豆角吃起来非常的软糯 就算是多吃几个它也不会太腻 主要是这个做法还是非常的简单的 看一下非常的清脆 闻起来都特别的好吃 再配上我们的调料 真的是太美味了 像饭店里面这样一旁至少要卖个48块钱 自己在家做的成本也不到10块 主要是自己在家做的干净又卫生 也没有添加太多的调料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